小北老师,补充胶原蛋白能不能直接补充到皮肤上呀? 这可能是大家在补充胶原蛋白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。 这个问题其实包括两个方面。 一是吃胶原蛋白能否在体内生成胶原蛋白, 二是生成的胶原蛋白能否补充到皮肤上。 营养学界的观点认为,胶原蛋白经过消化酶分解后, 转变成胺基酸,被人体吸收后重新组装, 再统一调配使用,不能全部定向补充到皮肤上。 另外,胶原蛋白属于不完全蛋白, 从其质量上说,营养价值不如鸡蛋、牛奶和牛肉。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,但并不能由此推出, 吃胶原蛋白对合成胶原蛋白没有意义, 对改善皮肤没有意义。 因为胶原蛋白里有两种特殊的氨基酸, 腔腐氨酸和腔赖氨酸, 这两笔专项资金只能用在胶原蛋白的建设上, 人体其他地方用不到。 另外,胶原蛋白经过煤解技术分解成小分子结构的胶原蛋白钛, 还可以通过肠臂细胞间转运吸收和囊泡的包吞方式转运吸收, 进入到人体的血液循环,被人体吸收利用。 由此可以认为, 补充胶原蛋白钛是可以转化为胶原蛋白的, 但这个胶原蛋白到底是用在皮肤上, 还是用到身体的其他地方, 则要看身体自身的调配了。 我们一定要记住, 胶原蛋白广泛分布在全身, 补充胶原蛋白后, 身体需要胶原蛋白的地方就会用到, 我们不能仅仅盯着皮肤。 比如说, 产后内脏下垂的人, 补充的胶原蛋白会被大量调配到内脏的结地组织中, 参与受损的身体组织的修复。 老年人普遍存在骨质疏松问题, 钙流失较多, 这个时候如果补充胶原蛋白, 骨骼中相对吸收的就会较多。 话说回来, 手心手背都是肉, 人体调配到哪里, 就说明哪里更需要, 我们只要听从身体的安排就行了。 只有当身体最需要的地方满足需求了, 身体才会平均分配, 不再偏心。 补充胶原蛋白能否补充到皮肤上, 这个问题到这里, 大家都弄明白了吧。 不同的人表现不同, 但一定会有用的,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 有点资料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与点点栏目。